是這樣的 因為她的嫂嫂很喜歡 蒐集一些鍋碗瓢盆的東西 就是你知道嗎 就是跟公公婆住在一起 可是其實她的嫂嫂的內心有一種 我想要打 就是說布置居家的這種感覺 那她就很喜歡蒐集一些LC 就是高級的一些鍋碗瓢盆 這些儲具這樣子 那當然因為這個婆婆就是 那個媽媽就跟她講說 那當然你買東西 你自己東西要收好 也不要放在我的廚房 所以她就開始就慢慢就把她的收藏品 就放在這個嫁出去的小姑 對 小姑的房間裡面這樣子 好 那變成就是說 我的朋友他每次回家的時候 去看看這個房間 真的就是堆了很多 都已經是少少的東西 已經有慢慢那種蠶食精吞 慢慢被蠶食精吞 就是一塊一塊的 對 然後卻在糾巢的感覺 烏克蘭的土地 克里米亞半島已經被俄羅斯占走 就慢慢慢慢的 就是本來說今天是一兩樣 想說沒關係嘛對不對 下一個禮拜回來 我怎麼變五六樣 在下個禮拜 週年慶沖完以後 就整個角落都是她的東西 那她就覺得說 事情不妙喔 怎麼會慢慢的就這樣子 我的空間就越來越不見了這樣子 好 那接下來呢 因為他們這個哥哥跟嫂嫂 後來就生小朋友了 那當然啦 小朋友當次Baby的時候 還是同一個房間 那接下來的話 他就會覺得說 那接下來事情更不妙了 以後這個房間就會變成一個 小朋友的房間 所以他有時候心情很不好 他就說他其實這樣的話 他連娘家他都不想回去了 因為他覺得是觸景傷情 明明一個好好的自己的房間 就慢慢第一個被嫂嫂的 這個居家佈置的東西給塞滿 然後嫂嫂還企圖想要 就是說去調整他這個房間 裡面的一些擺設啦 想把它打造成是自己的東西啦 這樣子 那他就問我說該怎麼辦 我就說其實我認為 我的想法是說 既然這個是他就是說 是你爸爸跟媽媽出的錢 如果說他今天這個土地所有人 他都是沒有什麼反駁 或者是否定這個意見的話 其實應該你也說不了什麼話啦 不過我想這個小姑喔 如果他真生小孩要回去坐月子 在娘家 小嫂可能也不是很歡迎 有有有他有說他後來自己生小孩 那生小孩的話 基本上來講他會想要回娘家去坐月子 因為他覺得這樣比較舒服 結果後來呢就可能要先去 又要問 那他就想說 哎呀真的好煩喔 明明以前我是這個家的女兒 我現在回去坐月子耶 媽媽幫我坐月子 他覺得這是天經地的事情 可是這個時候 當他跟他爸爸媽講的時候 媽媽跟爸爸就說 喔那我可能要來就是 好像要開個家庭會議 他就想說難道我不是這個家的人嗎 為什麼還要開家庭會議 而且還把我這個秉除在外 然後會議回來結果就是說 好像不是很方便啦 就是說因為這個房間 已經被掃掃金布置成這個樣子 東西還要再拆掉 不是那麼方便 不然他爸爸媽媽是說 不然這樣好啦 我們幫你出錢 我讓你去月子中心坐月子 其實我認為爸爸媽媽 也很有誠意 也非常愛他嘛 坐月子中心也是蠻高級的 也出了二三十萬 可是他心裡面還是覺得 那個怪怪的 沒錯沒錯 那他嫁出去以後 娘家有給他鑰匙嗎 還有娘家的鑰匙嗎 有鑰匙有鑰匙 連同我其實我也是有鑰匙 你有鑰匙 我朋友有鑰匙我有鑰匙 你現在要講的是你備受重視 當然不是啦 當然是重視這是一定的啦 因為我會覺得說有鑰匙 不應該把女兒的鑰匙收回來吧 我沒有鑰匙 不給女兒鑰匙嗎 出去就沒鑰匙了 那你要回去怎麼辦 就按門鈴啊打電話啊 其實我覺得如果爸爸媽媽 跟那個哥哥嫂子還是住在這個房間 我覺得做女兒應該把鑰匙交回給嫂嫂 然後讓她有個安全感就是說 其實我不會突然就進來這個家裡 我覺得反正我回家家我打電話 也是會有人給我開門的嘛 我覺得就是 我跟你講就是你要覺得說 不要變成一個媽寶的女兒 因為這個時代是不容許的 因為這時代一個家裡有這麼一個傳統 把這事情都搞不清楚狀況 這一個女兒其實會造成這家很多問題